二十二年前的焚屍案被侦破了 法院今天首度開情 家屬痛癖鬆嫌的手段太殘忍 希望法院一定要判他們重刑 照片上長相清秀 一頭翹立短髮的十七歲 林姓少女 就是二十二年前桃園平鎮區 焚屍案的林姓死者 事情就發生在民國八十七年 林姓少女當時因為離家和兩名閨蜜 到一名潘姓和吳姓男子 經營的檳榔攤上班 被林姓少女發現四人有吸毒的習慣 潘姓老闆生怕軍人的身份遭到檢舉 又懷疑林姓少女偷拿營業款項 通過其他三人 肯心將他寧願粉絲 桃園地院十七號首度開庭宣令 七十歲的老父親 只希望法院能重判兇嫌 還給女兒一個遲來的正義 記者綜合報導